東京花園飯店 這是網路上盛傳喔 CP值很高 2000多塊台幣在東京 是星期九店 我一開門 我就被這些鯨魚吸引眼窮 很少看到飯店裡面牆 是真的才會 你仔細看可以看到每一個筆觸 準備好了嗎 我要開箱 東京鐵塔景觀坊給大家看囉 OMG 我們現在住三星一樓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我們正對面 就是東京鐵塔 今天我來到忌流站附近 東京花園飯店 這是網路上盛傳喔 CP值很高 2000多塊台幣在東京 是星期九店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這一次直接住了四天三夜 我看店船網站上面訂的價格 Total我四天三夜 三個晚上付了9150塊 等於一個晚上是3000多塊 當然就有包含說 店船網手續費那些等等的 我們直接開箱給大家看 它是整層在商業大樓裡面 我一進來就知道 為什麼大家說CP值很高 一定要來住 這裡一樣是在商業大樓裡面 但是它是高樓 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 整個市景 重點是我們check-in的櫃台 正對面的東京鐵塔 直接在正前方耶 等於你花文華東方五分之一 好浮誇了 三分之一的價格 你一樣可以看到一個 很重要的東京地標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個 飯店比較特色 就是它的藝術氣息非常濃厚 甚至我要進入住的房間 也都是有請特別的藝術家來彩繪 所以我們直接進去房間看 從這邊進出來 就可以看到全面都是藝術品 這跟你們以往住的 可能高級飯店很不一樣 它真的很像那個藝廊 很有藝術氣息 整個人都高低起來了 而且因為我住的是藝術房 然後它剛剛在那個櫃台 又讓我挑房型 然後真的是演化聊聊 很難選 不同藝術家有不同的風格 我原本超強選擇一個 超級可愛 好我想要入住我的 Gaisha Goldfish 藝術鯨魚房 我一進來就看到鯨魚了 哇 哇 哇 Oh my God 很漂亮耶 今天來東京花園酒店 它這個藝術家雙人房的房型 我一開門 我就被這些鯨魚吸引眼球 很少看到飯店裡面牆 是真的彩繪 你仔細看 可以看到每一個筆觸 畫筆 剛好最後落點的那個 顏料比較厚的地方 也都看得出來 所以如果你住這種房型 就是好好維護一下 我覺得玄關不算大 算是中等 你要拉行李一個人過剛剛好 大廳的服務人員 在我check in的時候 他有說我需要幫你把行李拿進房間 我就想說我都扛在身上了就算了 但是他們有拿行李的服務 這邊也給大家參考 一進來這邊就有個落地鏡 比較廣的感覺 剛剛這個房間房型看起來比較大 然後我看一下能不能開 OK可以可以滑動 連裡面都有耶 他這邊掛衣的 這個桿子比較高 然後他所有的衣架都非常充足 你在這裡住個好幾天 掛大衣都沒問題 然後往下看 這裡一般商務人士所需要的鞋扒 鞋霜 也都一應俱全 甚至還有一個迷你的保險箱 也都放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花園酒店的拖鞋 他比較不是毛巾底的喔 他也是布面款 然後很厚 他是比較有紋路這樣 然後這邊衣櫃這邊就沒有雨傘給你使用 然後我來看一下他的廁所 廁所連門上面都有鯨魚耶 請進請進 廁所就真的比較像是 我們以前來日本住的那種飯店的房型 他廁所比較局促一點點 可以看到一進來就直接連接是馬桶 然後馬桶是免製馬桶的 然後我來看一下他免製馬桶的整潔程度 都真的很乾淨很扯 其實可以看到整個檯面維護的都很好 然後也很乾淨 我這個住的飯店他均甲算是比較低 比較親民一點兩千多塊而已 但他給的貝瓶跟高雄萬豪一樣喔 這是泰國皇家御用品牌耶 這個很不錯耶 這個很香 洗手乳都是這個品牌 這要給個讚真的很不錯 然後看一下他貝瓶 他其實都一份一份這樣放給你 我覺得這就是日本人的貼心 最後我們要來看一下重點 吹風機 欸也還不錯 廁所小鬼小 但他還是有浴缸喔 那還有浴簾 整潔度也是完全很OK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他的水壓跟熱水來的速度 喔喔水壓很強喔 喔喔喔喔 馬上就熱了 我剛才在看水壓的大概五秒鐘 他的熱水就來了 所以熱水來的速度也是不用擔心的 然後可以看到他連廁所 沒辦法彩繪的地方都跟他房間的主題有契合 兩個字寫給你 甚至還有一些這種是雕刻出來的金魚圖案 所以我覺得很漂亮 很可愛 然後我們進去看房間裡面 一進來就跟剛剛走到這邊比較暗黑的氛圍不一樣 一進來就是全部都紅色的 很漂亮耶 我整個起雞皮疙瘩 你可以看到這裡我們的意記主題 他直接在你的床正上方 重點是你看喔 他這個畫真的是為這間花園酒店所特別設計的 他這個意記的腰帶 還是他們東京花園酒店的logo 所以是真的一筆一筆這樣畫出來 而且重點可以看到整個床 都有跟房間的顏色做到呼應 我覺得很漂亮 整個這種感覺 會覺得說哇 整個房間都很用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床 它是一個標準的雙人床大小 床的軟硬度 一號選手 這個床超級Q 我們的窗台是一個 類貴妃躺椅 但是它也是比較方正一點點 比較難在上面真的躺得很爛爛 這樣睡啦 可是你可以這樣躺著 而且我覺得 它這樣設計是因為 他們有很英以為傲的景色 準備好了嗎 我要開箱 東京鐵塔景觀坊給大家看囉 飛飛飛 Oh my God 我們現在住三星一樓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我們正對面 就是東京鐵塔 然後重點是它這個窗台 它知道說一定要很多客人 想來拍日本的街景啊夜景 所以它窗台這裡還鋪了一層 比較厚的這種皮革軟墊 所以你坐在這裡 想要享受陽光 享受一下夜景 也是非常漂亮 然後我坐在這窗台 我有一稀聽到下面 有些地鐵的聲音喔 遠遠的 很像白噪音這樣的感覺 然後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當然地鐵它12點過後 就會停駛 然後到早上大概4點50 到5點左右 還會行駛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 對聲音非常敏感的人 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那遠遠的很像白噪音 我應該是OK的 用文華1%的價格 來享受這樣的 東京夜景 文華東方是看晴空塔 我們現在住花園酒店 看東京鐵塔 其實兩個都很好 難怪大家都說CP值超級高 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訂的東京花園飯店 第二個房型 它其實都可以在櫃台 你check in的時候 任挑房型 可以看東京鐵塔那邊 或是看市井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訂這間飯店 早一點來check in 早一點就可以先選房型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一間的主題 叫招財貓 欸 這個藝術家 比較小偷懶一點的 這裡還是維持原本的壁紙原樣 好可愛喔 它是以睡覺的這兩面 比較多招財貓的 很可愛耶 所以它是這兩面為主 還有上面 哇 這真的都很用心 因為它把全部的牆面 都畫好畫滿 喜歡喵喵的這種風格 是滿可愛 真的可以拍照 太快了吧 兩面為主題 她 jeder製作 超絕快的 小玉好 好 economic 野生 好 Woo 好 一鐵 好 超絕快的 好 五鐵 還有 輕人 吱 超絕快的 7 超絕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